主料,像馄饨皮50克,辅量,鸡汤2勺,青菜20克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准备好的鸡汤放在锅里,不要太多,鸡汤应该要大一点点,因为是给宝宝吃的,将馄饨皮切成片,太大了,宝宝不容易耶,准备好有青菜叶切成小状,然后放入鸡汤中,盖上锅盖,煮沸, 鸡汤煮沸后,放入馄饨皮,放入馄饨皮后,用筷子均匀的搅拌,煮5分钟左右就可以出锅了,出锅了,烹饪技巧,注意馄饨皮是小馄饨皮哦,因为皮薄,好煮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